Omicron疫情急速扩大 确诊人数每天几万几万人的往上跳 不过一来大家对于COVID-19消息的轰炸 渐渐疲乏 二来99.8%的Omicron患者 都是无症状或轻症 因此整个社会似乎也觉得不必担太多心 甚至有人说 那我就得一得就没事了 反正像感冒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干嘛呢 No 不是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 专家所谓的轻症指的并不是像感冒一样的轻微症状 而是症状没有严重到要住院的 就叫做轻症 换句话说 只是像普通小感冒一样流鼻水 打喷嚏几天 这可以叫做轻症 发高烧 头痛 狂咳 全身酸痛到不行 躺在床上都起不来 像是得了流感一样的症状 这也叫做轻症 这个光谱是很大的 所以轻症或是症状温和这些词 可不完全是多数人想象的 那么轻 我们想象的轻 可能只是轻症光谱的前头一小段 事实上 只要患者没有需要到住院观察 都算轻症 况且 即使许多Omicron患者的症状 真的就像普通感冒 也不能排除出现 长期新冠病毒症状 也就是所谓Long Covid 这样的机会 也就是我们白话说的 后遗症 Omicron究竟会不会有后遗症 有的话会造成身体什么变化 会不会导致永久的伤害呢 让我们科学的 严谨的 根据全球监测结果来回答 目前还不清楚 不清楚的原因是 Omicron病毒株 在2021年11月才浮上台面 距离现在不过半年的时间 短到科学家还来不及确认 到底有哪些后遗症 不过我们可以从先前 Alpha、Delta等病毒株的后遗症 来类推猜想 让我们心里有个底 知道Omicron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2021年Nature Medicine 一篇报告汇整了8项 来自英法、美中等6个国家的调查结果 提出一份SARS-CoV-2病毒 在初次发病的4周以后 还持续害患者受苦受难的症状清单 之所以将界限定在4周 是因为通常新冠患者 在发病后3周左右 体内已经无法再分离出 可以复制的病毒 换句话说 4周后还持续的症状 可以说是病毒在身体里 残留的破坏痕迹 在调查中 可以看到有不少疲倦 呼吸或是嗅觉相关的后遗症 这些症状光看就不舒服了 此外还发现部分患者 会有睡眠障碍、焦虑或忧郁 等神经心理层面的问题 有的人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到症状 不仅身体难受 连觉都不能睡 实在很煎熬 疲倦、呼吸困难、胸痛等等 是我们自己感知得到的症状 但是这些症状 有得更深沉的生理原因 透露出势必有些组织遭到破坏 更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 除了肺部首当其冲 病毒还会残害心血管系统 以及脑神经 心血管的问题 可能在时间拉长后逐渐浮现 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的回顾评论指出 SARS-CoV-2除了破坏细胞 还可能引发细胞激素风暴 这是免疫系统对病毒过度反应 导致失控的一种异常状态 大量发炎因子释放进入血液 使得体内处于高发炎状态 反过来伤害了正常组织 导致患者心律不整 心肌受损和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上升 也更容易产生静脉血栓 后续Nature Medicine的研究报告也进一步支持这个推论 研究团队分析了153760名的患者和对照组相比 发现染病12个月后 患者的脑血管疾病 心律不整 缺血性与非缺血性心脏病 心胞膜炎 心肌症 心脏衰竭 和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统统上升了 大脑是另一个战场 美国杜兰大学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团队 最近在Nature发表了一篇 检验恒河猴与野生非洲绿猴 感染SARS-CoV-2后脑部变化的报告 这是截至目前已最接近人的动物 试着解密新冠病毒如何影响脑部的新颖研究 他们发现猴子脑部出现因缺氧缺血性损伤 造成的神经发炎 慢性脑缺氧 轻微脑出血 在显微镜下也看到神经元发生退化 和细胞凋亡的证据 研究团队指出 这可能源于血管的慢性缺氧状态 还有脑组织里发生的急性微量出血 使得脑的血流量减少 导致脑部发生损伤 哎呀 越听越啪啪唰 那那那 万一得到Omicron 到底是要紧还是不要紧 有个好消息是Omicron可能真的和先前的Alpha、Delta这些病毒株不一样 除了发作时的症状比较轻 后遗症可能也真的会轻很多 最大的原因是Omicron主要侵袭上呼吸道 不大会进入我们的肺部 这就使得缺氧而造成后续一大串问题的机会大大降低 另外Omicron也较少造成好几处器官同时中标的全身性感染 这也降低了身体组织的受破坏程度和细胞激素风暴发生的机会 不过也有不可轻忽的消息 2022年3月上旬一篇论文被紧急刊登在The Nature 这说明了这份发现的重要性 这份报告指出即使是COVID-19的轻症 大脑的结构功能也可能受损 研究团队观察401名在2020年3月到2021年4月间感染病毒的患者 针对他们染病前的大脑影像以及感染后的影像做分析 结果发现即便是过去轻症的患者 他们大脑的宽而叶皮质和海马旁回的灰质厚度都变薄了 这两个区域和嗅觉有关 并造成主要嗅觉皮质受损 目前还无法得知变化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也就是说即使是轻症也不应掉以轻心 而在5月6日英国国家统计局释出的Long COVID自我回报报告 则指出就长期症状而言 比较了Delta和Omicron BA1 BA2的确诊者 他们比例上并没有差异 这边要注意的是 这个研究采用的是自我回报 不管是数量或是症状的严重程度 都可能与医学诊断的数据有落差 打个比方 就像睡眠专家他调查有多少人睡不好 自己觉得失眠的人大概会比医学确认的失眠人数都蛮多的 不过这个数据也是一个警讯 暗示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排除有后遗症的可能 Omicron的感染人数比起他的前辈们多了很多 发生后遗症的几率虽然可能很低 但是因为分母变大 被后遗症影响的患者数目还是会变多 Omicron提前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疫后世界真正来到之前 我们到底是不是愿意降低生活品质 例如采取更多管制手段避免懒病 还是不愿妥协去改变生活品质 但是愿意去承担后遗症的风险呢 这是我们当下必然要慎重做出的选择 你觉得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订阅PanSite范科学频道 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心知 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